台湾市前天傍晚一场又急又大的雨势 让巴德区桥新新村水淹到了膝盖这么高 主要是下游的排水路被建筑工地给堵住了 水务局也立即要求工地要拆除封墙 并且表示会协助受灾户申请相关的赔偿补助 一场又急又快的大雨造成大淹水 只见民众拿着哨把半斗不断的扫水 13号傍晚雨势磅礴 桃源11处淹水大多在15公分以下 积水最深的地方就是巴德区桥新新村 水淹到乞丐 很多民众家里都着殃 就连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被带出家门来避难 旧居民进到下水道勘查发现已是下游排水孔被建筑工地给堵住 水务局也派人到现场勘查了解状况 下游的一个排水路因当地的一个开发的情绪 可能有遭相关的一个蓄意堵塞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当地的一个小新新村居住的都是老农民以及新住民等弱势民众 那后续水务局会持续的去追究相关的一个堵塞的一个状况 去就相关的一个救责 那以及会协助当地的一个受灾户向区公所申请相关的一个救赞资助 对此水务局表示 原贯排水路遭封堵只剩下分流撤沟 导致无法负荷上游的排水 目前已经立即要求工地敲除封墙 也会协助受灾户申请相关的补助 后续将会依照水利法进行处分 桃园有线新闻 东玉飞桃园采访报导